当年如果没有他的话,那么九十年代,很可能不会有这么高的内地流行音乐。苏越生于1955年,小时候的他生活坎坷,但依靠着自己的顽强毅力,最后发展成为很多歌手的伯乐。 在中学的时候,他开始拉小提琴。当时在毕业之后还下地去干活,并且还打过工。可是这个青年对于音乐却非常的喜爱。在闲暇之时,决定报考了总政歌务团。终于如愿完成了自己的梦想。 当时他在进入乐团之后,开始创作歌曲。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熟知的《黄土高坡》。之后被一位歌手唱红。 在那个时候,原创歌手并不是很多。苏越算得上是这个行业中的领头人。当时他在歌坛逐渐开始打拼出了自己的天地。但是在那段好的时候,他却选择了放弃自己的事业。 前往日本。之后开始在那里学习当地的现金音乐。在九十年代开始回到了中国。从那段时间开始。苏越成功的和那些歌手们签订了合约。 作为一名制作人的身份。苏越在那段时间捧红了高峰。紧接着又把黄格选捧红。不知道大家还知不知道那位忧郁王子。以及后来的谢东。随后他们又签订了唱片公司。之后签约了很多歌手。 总之在自己的手里捧起来的歌手有十几个人。最著名的就是唱《康熙》《威福斯坊记》主题曲的《戴饶》。在那个时候,苏越也是在歌坛上非常著名的一位伯乐。可惜的是当时他捧红这些歌手之后。在自己落寞期间,并没什么的作用。在2004年。苏越成为了一名投资人。当时投资了很多的作品。前后花了五千万。 但是当时却是明显的亏损状态。而且投资商也是多次向他讨债。无力偿还的情况之下,被人报警送进了监狱。当时的苏越非常的好面子。面对亏损一事,他选择瞒着大家。之后开始捏造假的合同。之后被监狱判了15年。而且在狱中去世。曾经的歌坛传奇。最后却沦落成这般模样。 真的让人不胜唏嘘。